中國大陸的經濟現在內捲 很多地方經濟不正 可能希望一個繁花 來讓他更繁華 一個電視劇由王家衛指導的 王家衛大家聽到這個名字 一定很驚訝 是那一個王家衛嗎 對 沒有錯 就是那個知名的香港導演 王家衛 他拍了很多非常經典的電影 但是他第一次拍電視劇 在去年央視年底的時候 正式推出了繁花 在今年的1月9號正式的完結 總共花了6年的籌備時間 3年的拍攝 首播10分鐘之內 收視率就已經破到二了 而且在中國引起很大的震撼 很多人都覺得 怎麼可以把電視劇 拍得這麼這麼的唯美 每個人都美得不得了 上海是如此的美好 美景 美人 美食 大家看了都流口水 這個電視劇它是改編 作家金語成的小說 上海阿寶 所以主角可想而知 就是阿寶這一個人 他描述的時間是90年代的上海 年輕商人 阿寶靠著努力在返海的大上華 發家制服的這一個故事 導演 大家很多人都是看 導演的面子 他說他其實10年前就很青睞 這個文本了 要把它改編成電視劇 2014年買下版權 那他自己都講 他是承接花樣年華跟2046之後 的三部曲 但導演很會講話 他說你沒有看過前兩部 也沒關係 他們都是各自獨立的 所以避免有些人說 那我要先看前兩部 而且他有所謂的這個上海 上海化的版本 就是護語版 所以當地的民眾又仙谷一起 我們重新來學護語的熱潮 所以有新的上海熱 不只語言 美食 還有一些景點 和平飯店 黃海路 外灘27號 其實我們有一點點年紀的人 對這些地名也非常熟悉 然後網路上出現了 還有這些景點的繁花一日遊 幫你規劃怎麼去 那甚至有一些 這個上海有名的小吃 排骨年糕 還有上海的泡飯等等 其實非常多 而且還有很多人厲害 找到原本的店家 原本的景 原本的美食 就告訴你在哪邊地方買得到 結果他這個戲一紅之後 排骨年糕的搜尋刃 暴增937% 外送的訂單增加了300% 泡飯外賣的訂單 也暴漲了150% 周邊的商品待望了非常非常多 但現在有個狀況 因為趙傳他說 因為90年代 我是一隻小小鳥 非常紅 結果他說唱成這樣 一直播一直播 大家都沒有人跟他講版權的問題 包括張璇的偷星 王菲的直密不回 等等的這些歌曲 其實在這個戲劇裡面 都有播放 所以可能美景還有美曲 業界人士說 他光是買這些音樂版權 可能就要花到4000萬 那也有人討論說 為什麼王家衛 鏡頭下的這些美女 都特別漂亮 包括星子雷 包括阿菲正傳的劉嘉玲 包括重慶森林的王菲 還有張曼玉 都怎麼特別的漂亮 請教民歌 王家衛的美學 本來就是有口皆盃 他拍電影非常非常的細膩 慢工出細火 所以他常常一個電影 拍好幾年都拍不完 我記得當年最有名的一個例子 就是大家看了每年過年 大概必然會出現那部叫 射雕英雄傳之東城西舊 大家記不記得那部片 那部片是劉政偉拍的 不是他拍的 但當初就是因為 王家衛要拍東邪吸毒 結果一直延遲 一直延遲 然後你知道這些大排明星 一大堆大明星都在那個地方 電影公司成本快要負擔不起 負擔不起劉政偉就突然想 因為劉政偉跟他 都在同一間電影公司 就想說 那我剛才借這些大排明星來 我亂拍一部 然後拍一部 看會不會人賣錢 結果大賣 然後就補了這個的虧損 不然公司可能會倒 會撐不下去 那王家衛其實他就是 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他對美學有獨特的觀點 雖然一步一步都慢慢拍 尤其他對女性的這些琢磨 特別細膩 你看這幾部不管是繁花 阿飛正傳 重慶森林花年華 這其實類型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可是他每一個不同的時代 然後不同的拍攝都可以 凸顯出這個角色本身的特質 還有他時代性的意義 一代宗師裡頭也是一樣 也是讓人家非常有感觸 記憶非常深刻 所以我覺得會出這個繁花經濟學 是不在話下 而且他們折東公司 好不容易又出一個可以賺錢 他們這一部據說他們折東公司 最起碼賺三億 你知道 但是以王家衛 人民幣還是台幣 人民幣 但是以王家衛花錢的速度 我看也沒有賺那麼多 因為他花的也很兇 因為他對每一個細節都非常考究 不過我也必須講 就是既然你片裡頭 引用這麼多音樂 那對這些音樂的人 也必須要有尊重 人家該給人家的版權費 這些相關的還是要給 也不要讓趙傳抱怨 我就覺得你都已經 真的在影片裡頭都把它弄出來了 那是不是也應該 去跟人家接一下一下 這些細節是不能夠忽略的 當然台灣的戲劇也非常的爭氣 我們在今年 可能會推一個叫桑魂的 聽說很厲害 他是好萊塢規格打造 我們等他推出來 看看台劇厲害 還是要跟中國大陸戲劇比比 看誰製作的成本 效應會更強大一點 不過現在中國大陸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在廣西 他們養豬用蹦滴 他們的用語就是Disco 我們的Disco來看一下 就一邊養豬 一邊給它打燈光 像這Disco舞廳一樣 然後還讓它聽舞曲 然後這些豬 好像聽到舞曲燈光 也會跟著搖尾巴 猛跳 非常興奮 亢奮 不是吃Solo gym 是因為音樂很亢奮 然後養殖場的老闆說 因為他心情愉悅 他一直跳 一直跳 他們的肉質會更緊實 而且豬肢的心情會很平靜 我想說蹦滴了怎麼還會平靜 這個老闆到底在想什麼 另外一個 這個是從天后來救他的選情 天后泰勒斯 他現在巡迴演出 到處都很受歡迎 拜登的今年要選舉了 選情告急 傳出說要拜託他 可能在他的系列的 時代巡迴演唱會裡面的 其中的某一場 讓拜登登場 這很難想像 泰勒斯要唱到一半 然後突然出現拜登在上面 就好像我們的酒令演唱會 唱到一半突然出現賴清德 或者出現侯友誼 那種感覺一樣 但事實上他在2020年的時候 選前他就有表態要支持拜登 因為他非常討厭川普 去年9月他也發布帖文 鼓勵年輕人要去投票 然後一鼓勵之後 就有3.5萬的新選民 去做登記 被認為都是他吹出來的 然後你說3萬多人還好吧 天后的影響力這麼薄 不 在當時的選舉 眾議院的幾場選舉裡面 差距都不到1000票 所以3萬多票 在很多地方來講 可能扮演很關鍵的影響力 所以他們說希望在某一場出現 不知道是出現在來賓席 還是在舞台中央 舞台中央是真的滿驚人 他在2016年的時候 他就講過說 他應該要更用力的譴責川普 2020年的時候 他說要投票讓川普下台 就覺得他這個有狀況 連歐盟都發現 他的這個影響力很大 所以希望他來鼓吹年輕人去投票 請在永平為言 好 首先我覺得那個用蹦滴 就是閃燈 disco的音樂 來讓豬這樣子活動跳舞 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第一個就印證了 大家不要小看豬的智慧 我們有時候在罵人的話裡面 都會對豬有一些負面的 可是豬其實在動物界來講 他智慧還算不錯 所以他對於音樂各方面有所感應 那你當然覺得你要吃緊實的豬肉 所以我覺得這個農場主人 非常有創意 也很有想法 好 那回到這個泰勒斯的部分 耀忠你非常了解他的心 與其說他多麼支持民主黨跟拜登 不如說他是非常討厭川普 叫做Trump Hater 那為什麼川普被許多的女性討厭 因為他既是womanizer 又是woman hater 這兩個詞彙什麼意思 一個就是說他整天就是 吃女人豆腐 對女人毛手毛腳 然後跟很多女人這樣搞過來 搞過去 然後對他性騷擾 性侵害的指控 從他年輕到老都很多 這個是讓女生很不高興 尤其美國前段的 那個MeToo的運動 像泰勒斯 他們也都是在前面 非常主張女性權益的 另外他又是woman hater 就是他對女性的那種詆毀 那個講的詞彙都特別難聽 之前罵Hillary Clinton對不對 現在罵他的那個對手海莉 罵到你什麼神經病妄想者 我們有些字眼 要截止一下 對不起 那是川普講的 那個NCC不能怪我 我只是引述他 美國要選總統 用字這樣刻薄 尤其是針對女性 很刻薄 所以他引發很大一群 就是年輕的女性的 義式的大團結 泰勒斯就是這樣的明星 他登高一呼 他對美國政治的影響是什麼 因為美國跟台灣 選舉的方式很不一樣 台灣是你有身分證 你每個人都可以投票對不對 美國不是 你有社會安全碼 他的政見不行 你一定要正式去做選民登記 所以很多到年齡的 可以投票的人 他只要不關心政治 他沒有去做選民登記 他就沒有投票權 所以泰勒斯的厲害是 他去幫助民主黨 然後討厭川普 然後對拜登登高一呼 他一下子就可以讓民主黨 多了3.5萬新的選民登記 你想想看這個 因為你那麼麻煩的 你要去登記 我要成為選民 那你就一定會去投票 所以對於他所支持的 這個政黨跟政治 大家覺得真是太補了 他如果去歐盟 大家很歡迎他 他一定是對女性議題 還有進步的議題 他比較關注的 所以那樣的主張的 那樣的政治人物 那樣的政黨 比較容易受得他的吸引力 只是說我覺得民主黨太可惜了 拜登時代年紀太大了 如果今天民主黨 有辦法出現一個 比較年輕一點的 跟泰勒斯的形象 稍微可以比較匹配一點 反差沒有那麼巨大的候選人 可能對民主黨的選情 更能成功 否則的話 現在大家目前看起來 對民主黨的選情 持悲觀的人比較多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還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 我 我